我觉得球学不是球分数 读书不是读死书 在NBA的皮尔斯跟小奥尼尔 他们从来不靠考试进大学 他们靠的是这个 说完秦鹏同学接过篮球 在班主任面前投进一球 不过看着姿势 其实技术也就一般 敢不敢比一下 班主任要用篮球的方式 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两人约定就用斗牛的方式 打五分球三局两胜 秦鹏率先开球 运了几下后 直接快步上篮拿下两分 老班对此不慌不忙 取下手表和眼镜交给旁边的同学 大家也抓住机会 要用手机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决斗 老班拿球后 直接一个三分远射 打得秦鹏猝不及防 然后转换球权 秦鹏还是想突破得分 他在速度上明显占优 老班没跟上脚步 让他再得了两分 接下来老班这球很关键 只见他一个背身单打 轻松命中投篮 大比分来到了1比0 第二局开始 秦鹏还是利用敏捷的优势 过掉防守先下两分 而换成老班进攻后 他直接运球挤到禁区 都不用看框就把球投出 凭借老道的经验 篮球还是进入框内 落下后砸中秦鹏 接下来就是生死球 秦鹏不敢有半点懈怠 快速运球后来了个中距离 怎料老班高高跃起 送给爱图一个抓帽 然后迅速回到三分外 紧接着再次远射 篮球空心入框胜负一分 这样的话 彭帅就必须乖乖听话 回到教室上课 他是班上最不让人省心的学生 却也是个热血青年 早上上学为了帮助老奶奶 耽误了时间所以迟到 来到教室后 老班不给任何解释的机会 一个劲地批评着秦鹏 这让他感觉非常委屈 于是直接走出教室 来到球场独自打球 这才有了刚才和老班斗牛的场景 如今既不如人 也只有乖乖地回教室上课 现在距离高考还剩三个月 但秦鹏丝毫不慌 晚上回家 还是一如既往地跟爷爷飙哥 吉他和二胡的切磋 这爷俩是懂生活的 不过对于老班 秦鹏是意志不太俯 这天在语文课上 两人又较亮了起来 玩法是说出文学作品的名字 对方来回答作者是谁 秦鹏愣了半天 一个字都憋不出来 还是前面的女同学提醒 才勉强算是答对了 不过这小子也够坏的 竟然提出了海贼王 基本上也只有年轻人才会看这种 大家都觉得老班肯定没招 鬼天肉一郎 儿女应是转 这个问题把所有人都问呀 所以在老班面前 大家都还是太嫩了 秦鹏之所以那么自信 是因为已经是个网络小说家 而且作品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在他的意识里 根本就没把高考上大学当回事 为了能让秦鹏回到教室 好好复习参加高考 班主任答应他进行歌唱PK 秦鹏之前早有准备 特地查了老班的履历 原来老班文物双全 可就是音乐方面没天赋 所以秦鹏才出了这个损招 还放出狂言 只要老班敢唱三句 自己就老老实实听话 还把全校的厕所卫生都包了 为了这小子的前途 老班也是豁出去了 完全不顾自身的形象 让秦鹏输得心服口服 小伙子也是条汉子 愿赌服输 客余时间都在南厕所勤奋刷坑 而高考在急 选什么样的学校 达康书记要送女儿去海外留学 可是女儿就是不听话 非要参加国内的高考 小雪喜欢的是中国文化 所以就是不去哥伦比亚大学 妈妈还在拿名人举例 胡适徐志摩这些文坛大佬 人家可都是出国学成归来的 这话一出 对得小雪哑口无言 为了促成小雪快点留学 达康书记还亲自来找班主任 要班主任帮忙签署一下 小雪的提前毕业申请报告 可是老班对此毫不知情 她不想签得那么草率 还想找小雪了解一下情况 听听本人自己的意见 所以假装现在忙变下了逐客令 但这种不配合的行为 让达康书记非常不爽 班老师 我见过很多的大主任 但是我不知道班主任 有多忙 面对达康书记的压力 班主任依然不为所动 他要对班上的每个同学负责 眼看火药味越来越重 旁边的老师赶紧起身调解 紧张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下 最后达康书记也没有过多的为难他 拿着报告便自己走了 等到老班找到小雪 他果然对提前毕业的事情毫不知情 回到家后 小雪先狠狠地批评了这个父亲 虽然平时在外面受人敬仰 但是回到家里 达康书记对自己的小棉袄 也是娇生惯养的那种 平时根本舍不得骂他 但是读大学这种大事 可不能由着女儿的性子来 所以生平头一次 达康书记对小雪发了火 这也算正常吧 在很多普通家庭里 估计过半个月后 家长和学生之间也难免要干一家 后来秦鹏来到他家 面对同窗三年的好友 小雪现在更加舍不得 提前离开这个班级 所以现在无论如何 自己也会和同学们一起高考 而达康书记那边 人家的思想也没有那么顽固不化 在班主任的细心劝说下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话 他说 当中国人的下一代 忘记自己文化那一天 我们就可以去攻打这个民族 达康书记应该尊重女儿的选择 所以一顿小酒下去 还是抹着眼泪回到了小雪身边 父女俩的隔阂 现在算是彻底消除了 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第三次模拟考结束了 这个文科班的成绩很不理想 作为班主任 范老师表示自己要负全责 于是按照班上的规矩 他要接受长跑五公里的体罚 董事的学生们心领神会 都到这个时候了 有些事情早就应该让自己来承担 于是纷纷都走出了教室 范老师 就这样的氛围 就算出现了短暂的波折 相信这个班级也能很快调整过来 到时候别说高考了 再大的困难也能跨越 男孩骑车参加高考 路上竟被一张面包车撞倒 救我 我要高考 现在距离高考只剩一个小时 谁都承担不起这样的意外 幸亏达康书记也要送女儿去考试 他们的车正好路过现场 小雪看到自己的同学受伤了 一时间也是非常的紧张 达康书记立马拨通急救电话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先让小雪去考试 达康书记亲自送小帆去医院 可是这样的话 小帆肯定是要错过高考了 这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可以说全家的希望 都压在了这次考试上 所以要是不能高考的话 基本上也就毁掉了一个家庭 幸亏有达康书记在场 说明情况后 教育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特殊考场 由小帆同学口述表达 兼考老师代笔书写 先考语文还好 不用运算问题不大 写作文的时候说出来就行 效率极快 只是看这位老师的自己 估计会让小帆损失很多眷面 对于这个问题 小帆也只能通过自己的文采来谜 而常规考场那边 秦鹏同学还是一如既往的烂 早早就提前交卷离场 出来以后 老班问他作文题目是什么 他胸有成竹地跟大家 演讲了一遍自己的作文内容 看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估计又一篇满分作文将要问世 经过两天心惊肉跳的奋战 高考也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场景 该扔书的扔书 该分手的分手 过了半个月成绩也出来了 这个文科班比较厉害 大家基本上都考上了985大学 除了秦鹏 他的成绩竟然查询无果 按照正常情况 有可能是考了全省前50名 成绩已经被屏蔽了 可是秦鹏是个例外 他就是单纯的 没在答题卡上填考生信息 班主任得知结果后 也收起了往日慈祥的面孔 直接就大嘴巴子往他头上招呼 估计这一顿打 班主任也是囤了很久的怒气 这时秦鹏亮出了自己的offer 原来作为小说家的他 已经和某大型出版社签约 所以压根就没把高考当回事 只是我有点担心他 要是以后被炒了 没文凭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现在高考也结束了 我就不住院考生们都取得好成绩了 毕竟这样的竞争机制下 不可能每个人都上新一的大学 只要考试正常发挥 别给青春留下遗憾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